回到台湾来看内阁用口号拼经济 蓝绿都骂成一片 不过怎么会有官员呢 现在开始忙着巴结立鬼呢 原来是中秋节快到了 各个部会都花钱边预算 送礼物给立法委员 不过我们发现央行外交部都很大手笔 他们订购的是大饭店的月饼 一盒要价上千元以上 那么因为政府机关送礼送花 这个可以说是呢 这些礼物花了太多钱了 立委干脆有人在办公室门口就贴上了纸条 说拒绝所有的礼盒 要官员们把钱花在改善人民的生活 比较实在 中心大楼门口业者忙着把一盆又一盆的兰花 送进委员办公室 这一头也有一箱箱的文旦堆在立法院 这些中秋礼物都是各部会花公堂 要送给蓝绿立委 但真正大手笔的 没错 大户就是外交部长杨靖天 精美的广市月饼就贴着部长的名片 咱们来上网看看这盒五星级酒店 寒设爱美的礼盒 才六个月饼就要价1090元 是今年最贵的款式 不过镜头来到黄伟哲办公室 央行总裁彭怀南送礼 也走五星级路线 这盒国边饭店的中秋里 四个月饼竟然也要掏出将近1000元 哇你看 高档的某餐厅的这个月饼 如果是跟农民采购文旦 或者是说跟这个弱势团体 屁股工厂来采购他们做的月饼 事实上是不是更有意义 而且更便宜 所以彭总裁是这个财经出身的 他们算盘应该打近一点 受不了国营事业掌人民血汗钱 经济hold不住的节骨眼 财经部会还大方砸钱买月饼 由立委办公室门口就贴了公告 真不好意思跟部会礼物说拜拜 其实我不客气讲 有些代表是混水摸鱼 如果这个益酸通通不准 花在这上面的话 他们自己都没有油水可以开 搞不好自己这个间接 或者相互之间 拿到的比送出去还多 所以是共同开人民的油 中秋节还没到 部会首长的送礼政治学 小心哦 可别被立委打枪 三立新闻白出外杨上千 台北采访报道